你有没有发现 每当我们读到古诗词时 总有一种独特的韵味打动我们 但你是否知道 这些不同的韵味背后 隐藏着各种各样的流派风格 从豪放到婉约 从边塞的壮丽到田园的宁静 古诗词就像是一座丰富的文化宝库 而今天 我将带你一起探索九大古诗词流派 看看诗人们如何通过不同的风格 表达他们的情感 报复与生命感悟 一、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 西元196年到220年 东汉末年 社会动荡不安 战乱平仁 天下大势分崩离析 然而 正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背景下 古代文学中诞生了一股充满力量的诗歌风格 即建安风骨 所谓风骨 亦指诗歌作品中所体现的刚毅 豪放的气质 而建安则是指这一风格的出现时间 主要以东汉末年和曹魏建国前夕的建安年间为代表 建安风骨的特点可以概括为豪放激昂 悲凉慷慨 诗人们面对国家的动荡 战争的不断以及个人命运的坎坷 常常以慷慨激昂的诗句 抒发忧国忧民的思想 这一风格反映了时代的动荡 以及文人的壮志未愁之感 他们的诗作中不仅有对个人命运的哀叹 更充满了对国家和天下的深切关怀与忧虑 代表诗人 曹操 曹丕 曹直 建安文学的三座高峰无疑是曹操 曹丕与曹直 作为文人 他们不仅是诗人 更是有实际权力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 曹操 155年到220年 一代枭雄 他的诗歌充满了对人生短暂 时光异世的感慨 折射出他内心的豪迈对天下的深远抱负 曹丕 187年到226年 是曹操的长子 他继承了父亲的文学才情 诗歌风格虽不及父亲的豪迈 却带有更深的感伤与折思 曹直 192年到232年 则以其才情横溢 风格豪放著称 尤其是在表现个人感情 命运时 情感真挚而强烈 呈现出一种深沉的悲凉 曹操的短歌型是建安风骨的典型代表之一 这首诗句简练 语言极昂 充满了对人生短暂 时光流逝的深刻感慨 诗中著名的句子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道出了曹操对人生的思索 人生如朝露般短暂一事 去日不可追 他既感叹时间的无情流逝 又通过饮酒和饮诗 表达了内心的豪慢与壮志 诗中的人生几何 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感慨 更反映了 他对整个时代变迁的沉思 在这类诗歌中 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 诗人们面对乱世 心中既充满了对未来的豪慢希望 同时也深切感受到时光飞逝 壮志难愁的无奈和悲凉 建安风谷中的谷 即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 即便面对战乱 死亡的威胁 诗人依然以坚韧的气魄 和积极的姿态应对人生 二 山水田园派 如果说建安风谷是东汉末年战乱背景下 为人们的慷慨悲凉之声 那么山水田园派的兴起 则反映了诗人对和平 宁静生活的向往 在唐代 随着国家稳定 社会生活相对安定 诗人们逐渐开始 从繁重的政治和战争题材中脱离出来 转而关注自然的美景 和田园生活的宁静 山水田园派的诗歌 风格清新淡雅 诗人们通过描绘山水田园的宁静之美 表达对自然的热爱和对隐意生活的追求 相比建安时期诗人的豪迈与悲凉 山水田园诗人则更关注心灵的平静和生活的闲事 通过描写自然景物 他们寻求一种内心的安宁与和谐 这种风格既是一种美学的追求 也反映了诗人们对世事纷扰的逃避心理 代表诗人 陶渊明 谢灵韵 王维 孟浩然 陶渊明 三六五年到四二七年 山水田园诗派的鼻祖 他的诗作充满了对田园生活的热爱 表现出一种悠然自得 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心境 陶渊明一生淡泊名利 隐居田园 他的诗歌深刻体现了他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在《归原田居》中 他写道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这句诗描绘了诗人在自家田园中采菊 抬头便看见南山的景象 表现了他对宁静 田淡生活的追求 既有对自然的热爱 也蕴含着隐逸生活的闲适与安宁 王维 701年到761年 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另一笔特代表诗人 兼具诗人和画家双重身份 被誉为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他不仅描绘自然的美景 还将佛教禅意融入诗中 创造了宁静深远的意境 比如他在陆寨中写道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与想 在这两句诗中 诗人通过对空山寂静 人与偶然传来的描写 营造了一种幽静 空灵的意境 使读者感受到自然的神秘与宁静 相比之下 孟浩然的诗则更多地表现了 他对隐居田园生活的真实体验 和对友人的深情厚意 作为一笔特仕途诗意的文人 孟浩然的诗歌 常常带有一丝淡淡的惆怅 然而在对自然的描写中 他又能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安慰 其诗过故人装写道 绿树村边和 青山郭外写着两句诗 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绘 传达出一种宁静 和谐的田园生活氛围 山水田园派的诗人们 通过对自然的描写 表达了他们对复杂事事的疏离感 和对简单 宁静生活的向往 他们的诗作不仅在形式上 讲究工整与优美 在内容上也体现了 对自然美和生活哲理的深刻理解 三、边塞派 唐代另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 是边塞师派 与山水田园派的宁静风格不同 边塞师派的诗歌主题 多围绕战争 边将生活展开 风格雄浑豪迈 充满了强烈的爱国情怀 和军旅生活的真实感 这一流派的兴起 与唐代的开疆拓土政策密切相关 边塞师派的诗人们 常常以边塞风光 战争场面 将士的艰苦生活为题材 通过描写边疆生活的苦难与壮丽 抒发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 代表诗人 高氏 陈申 王昌龄 王昌龄 698年到757年 边塞师的代表诗人之一 他的边塞师气势雄浑 情感浓烈 尤其擅长通过简单的语言 表达深刻的情感 他的初赛已短短几句 展现了边关的寄聊 与战士们征战不归的悲壮 秦时明月汉时观 万里长征人未还 诗人通过历史的视角 将秦汉时期的边塞 与唐代的战事相联系 表现出战争的旷日持久 和争人久别未归的悲凉 这里的明月与观塞 不仅是边塞环境的象征 也是边疆苦战 将士离愁的写照 体现了边塞师派的宏大格局 与深沉情感 曾深 715年到770年 也是边塞师的重要代表诗人之一 他的诗歌不仅描绘了边疆的辽阔与荒凉 还充满了战士的豪情壮志 他的白雪歌 宋武判官归京通过对雪景的描写 传达了边塞生活的艰苦 和战士们对家乡的思念 北风卷地百草折 胡天八月级飞雪边塞的凛冽寒风与八月的飞雪 给人一种肃杀的感觉 既展现了边疆的自然环境 又折射了战士们艰苦的军旅生活 4.豪放派 豪放派是中国宋代瓷坛上形成的一种重要风格 其特点在于豪放积月 气势磅礴的瓷风 强调个体情感与报国之志的抒发 此人们以强烈的感情和宽广的视野 描绘壮丽的历史场景与个人理想 这种风格常常通过激情肆意的语言 来表达诗人的豪情壮志和对国家 民族的关怀 豪放派的诗人通常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与宽广的视野 他们不仅仅关注个人的情感表达 更关注历史 国家与社会的大背景 豪放派词作中 诗人往往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进行对比 借古舒怀 表达自己对历史人物的钦佩 与对时代变迁的思考 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的豪情和气魄 令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代表词人 代表词人 苏氏 新契级 苏氏 1037年1101年 自子瞻 好东坡 是豪放派的重要代表之一 他的词封开阔豪迈 善于用磅礴的气势与丰富的历史情感 来表达个人理想与国家情怀 苏氏的《念奴交赤壁怀骨》便是豪放派的经典之作 在这首词中 他以长江东去 浪淘进 千古风流人物为开篇 通过对长江浩荡奔流的描绘 激发出对历史人物的赞叹与思考 这里的浪淘进不仅传达了时间的流逝 也象征住英雄人物的臣服与消逝 表明苏氏对历史的深刻理解 这首词中 苏氏不仅回顾了赤壁之战的历史背景 更通过遥想恭敬当年 英姿萨爽表现了对周瑜等英雄的钦佩 这种对历史人物的赞叹 展示了豪放派诗人内心的壮志与情怀 全词气势磅礴 情感充沛 既有对过往历史的思索 又反映了词人面对时代变迁的深沉感慨 新气急 1140年到1207年 另一个豪放派的代表词人 以其激昂慷慨的词封和深厚的爱国情怀著称 他的词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对国家命运的关注 以及对报国之志的执着追求 在新气急的破阵子为陈同府复赋词以继之中 他已想当年 金戈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开篇 气势辉宏 展现了他渴望恢复明朝辉煌的豪情 整首词充满了对英雄气概的描绘 以及对民族大义的深切理解 新气急不仅描绘了个人的壮志 也表达了对国家未来的关注与期待 这种情感的交融使他的词作 具有了更为深厚的历史内涵 豪放派词人所展现出的气势与情感 使得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 更是对时代 对历史深刻反思的产物 五 婉约派 与豪放派形成鲜明对比的婉约派 则强调词锋的细腻与柔情 主要表达个人情感 离愁别墅和人生伤感 婉约派词人常常用婉转细腻的笔触 描绘细腻的情感 展现柔和而绵长的艺术风格 相比豪放派的趣事与豪情 婉约派更多地关注内心的微妙情感 与生活的细节 以细腻的情感引发读者的共鸣 婉约派词作的语言通常含蓄而优美 常用比喻与意象来表达复杂的情感 诗人在词中常常表现出对人生的感慨 与对爱情的思考 强调情感的细腻与深沉 这种风格的词作给人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 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与思念 代表词人 李清照 刘勇 秦官 李清照 1084年到1155年 是婉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 他的词作常常表现出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感 与深刻思索 展现出个人的孤独与思念 在他的《如梦令》中 李清照以昨夜与书风筹 浓睡不消残酒开篇 细腻地描绘了一个女子在风雨夜晚的酬序 词剧中的《语书风筹》传达了外界环境的变换 而浓睡不消残酒则表达了他内心的迷茫与无奈 整首词情感真挚 表现了李清照在生活中的脆弱与无助 他通过细腻的笔触 将自己的内心感受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通过具体事物传达内心情感的管道 正是婉约派词作的典型特征 刘勇 987年到1053年 也是婉约派的重要代表 他的词作常以流畅的语言和细腻的情感著称 刘勇擅长将个人的情感与生活的细节结合 创作出一系列动人心弦的词作 在他的《语淋漓缠妻妾》中 他以《寒缠妻妾》对《长庭婉》 《咒语》出现开篇 通过对寒缠与咒语的描写 营造出一种愁苦的氛围 整首词情感深沉而细腻 展现了他对离别与思念的感慨 秦官 1049年到1100年 则以其词作中的柔美与清新著称 秦官善于通过意向的使用 展现复杂的情感 使读者在优美的语言中 感受到深切的思索与共鸣 6.江湖派 江湖派是宋代兴起的一种诗词风格 其特点在于注重写实 描绘江湖游侠与民间生活 语言通俗易懂 强调诗词的现实功能与叙事性 这种风格的词作常常反映普通人的生活 展现社会底层的风貌 注重对民生的关注与描绘 江湖派的诗人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写 将个人情感与社会现实相结合 使得作品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 江湖派的诗人往往拥有丰富的生活经历 能够在作品中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的种种现象 这种风格的诗歌语言直接而朴实 通过简单的叙述与描绘 将深刻的情感与现实的思考结合在一起 江湖派作品中 常常能看到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和对生活哲学的思考 代表诗人 陆游 范城大 杨万里 陆游 一一二五年到一二一零年 是江湖派的代表诗人之一 以其朴素的语言与真挚的情感而著称 他的由山西村通过对乡村生活的描写 展现了对农家生活的真实关注 莫笑农家辣酒魂 丰年刘克族鸡屯诗句简单而生动 描绘了农家自酿的辣酒与丰收的生活场景 体现了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和对普通群众的关怀 陆游通过平时的语言 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 展现了江湖派的写实精神 范城大 一一二六年到一一九三年 同样是以彼特注重现实生活的诗人 他的作品常常关注民间生活与自然景色 范城大的四十田园杂性 系列诗作 描绘了四季变幻中的田园风光 展现了对自然与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思考 通过细腻的描写 范城大传达了对自然的热爱 以及对生活的感悟 使得他的诗作不仅具有文学价值 也充满了生活哲学的思考 杨万里 一一二七年到一二零六年 是江湖派的另一比特代表 他的诗作清新自然 充满生活气息 杨万里在小厨镜慈寺宋林子方中 以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十桶来描绘西湖的美丽 展现了自然景色的变幻和人情的流动 他善于将细腻的自然描写 与深刻的情感结合 展现出江湖派对现实生活的关注 与对自然的热爱 江湖派的诗人们 通过对平凡生活的关注与描绘 使得他们的作品 充满了生活的温度与真实感 无论是对田园生活的热爱 还是对普通人生活的细腻观察 都让江湖派的诗词作品充满了人情味 7.江西诗派 江西诗派是北宋中期兴起的一股诗风流派 其特点以形式美感为核心 追求诗歌的精雕细琢 尤为讲究练字练剧 江西诗派的诗人们不单在内容上创新 更在诗歌的形式与技法上进行严格的锤炼 他们通过字词的选择和句子的搭配 力求在形式上达到完美的对账与工整 并在每一字一句中 展现出对诗歌技法的深刻理解与思辨能力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他的诗风格严谨 句实讲究 尤其注重练子的功夫 炼字指的是精心推敲每一个字 使之在音韵 意象和意义上都达到最完美的状态 例如 黄庭坚的诗句 《吃而了却公家事》 快个东西已晚情 简短明了 却在字句上体现了江西诗派的形式美感 此句中的吃而易词 不仅表现了诗人自谦 也体现了他对俗物淡然处之的洒脱态度 诗人在这两句中 抓住了生活的一个瞬间 通过精炼的语言把个人的情感 与时光的流逝结合起来 呈现出一种显示自在的情怀 江西诗派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是对诗歌结构的重视 他们认为一首诗不仅要内容深刻 还要结构紧凑有序 通过对字 剧 偏得严谨不菊 诗人在有限的篇幅内 创造出更丰富的诗意空间 例如 黄庭间的诗常常注重在诗的开头和结尾呼应 使全诗的结构严谨统一 既不显拖沓 也避免了平扑直序的单调 同时 江西诗派强调诗歌的思辨性与象征性 他们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抒情 而是在诗中注入了对生活 历史和自然的深刻思考 以灯快歌为例 诗人在描绘山川风物的同时 也表达了自己对人生 官场的反思 在江西诗派的诗人看来 诗歌不仅仅是语言的艺术 也是思想的载体 他们通过精雕细琢的诗句 传达出深刻的哲理与内在的情感冲突 陈诗道也是江西诗派的重要诗人 他继承了黄亭间的练字练剧的传统 同时在自己的诗歌中注入了更多的个性与时代感 陈诗道的诗歌注重表现个人情感的细腻与复杂 尤其擅长在有限的篇幅内表达出极为深刻的思想 他通过对诗歌形式的不断探索 推动了江西诗派的发展与壮大 8.豪杰派 豪杰派的诗词风格介于宋代婉约与豪放派之间 但他不拘泥于这两大传统 而是以独具个性化的风格脱颖而出 豪杰派诗人注重情感的真挚表达 同时融入了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 这一派的词作既有豪放派的激昂大气 又兼具婉约派的细腻与柔情 但他们更强调个体情感的独特性 避免过度的形式约束 追求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 张啸祥是豪杰派的重要代表 他的作品风格雄浑壮阔 由于表达边赛豪情 思考历史与人生的深邃哲理见长 在他的名作《六周歌头》中 张啸祥以长怀望断 观赛茫然凭开篇 通过对淮河及周边景色的描绘 表现了对故国山河的无尽思念 这里的望断一词 不仅仅是对自然景色的描述 更象征著诗人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张啸祥在诗词中展现的边赛豪情 是豪杰派中常见的主题 与婉约派不同 豪杰派诗人们更注重通过描写壮丽的 自然景观与边赛风光 来表现自己宽广的胸怀与抱国之志 在《六周歌头》中 张啸祥通过对边赛的描述 寄托了对故国的怀念与对个人命运的思索 他不仅在诗词中表现出个人情感的起伏 还深入探讨了历史的变迁与人生的哲理 这种情感的深度与思想的广度 使豪杰派的诗词具有了独特的审美价值 陈宇逸是另一比特豪杰派的代表人物 他的诗风格鲜明 以个性化的情感表达和深刻的哲理思考著称 陈宇逸在词作中 常常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抒发内心的情感 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考与对命运的感慨 陈宇逸认为 诗词不仅是情感的载体 也是对人生、历史进行哲学反思的工具 因此 他的诗词常常带有强烈的思辨色彩 既抒发了个人的情感 也探讨了人生的复杂性 豪杰派诗人在创作中注重情感的真挚 他们不拘泥于形式的束缚 而是力求通过最自然 最直接的管道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这种真情实感的流露 使得豪杰派的作品富有独特的感染力 同时他们在诗词中对人生、历史的深刻思考 也为其作品注入了更多的哲理意味 九、晚唐体 晚唐体是唐代晚期诗歌中的一种特殊风格 以其精美的形式和细腻的情感表达为特征 晚唐体的诗人注重诗歌的工整与音律美 力求在形式上达到最完美的对账与韵律 同时 晚唐体诗风格颓废 情感常常带有强烈的伤感与无奈 晚唐时期 社会动荡不安 诗人们对个人命运的无力感日益加深 这种感伤情绪在诗歌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晚唐体诗人对音律美和形式的追求 使得他们的作品在字句的推敲上极为讲究 以李商隐的锦色为例 这首诗以锦色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注丝华年开篇 通过精美的意象表现了对往昔岁月的感怀 锦色这一意象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对称美 也通过音律的搭配 传达出一种幽远的思念之情 诗人通过锦色这一物像 将自己复杂的情感投射其中 既表达了对往事的感怀 也蕴含了对个人命运的思索 晚唐体的诗歌风格往往带有强烈的颓废感 诗人们面对时代的变迁 与个人命运的无奈 常常流露出深沉的感伤情绪 在景色中 李商隐通过对往昔的回忆 表现了对美好时光的缅怀与失落 他在诗中通过丰富的意象 将过去的美好与现实的无奈进行对比 表现了诗人内心的痛苦与无力 晚唐体的另一个代表诗人杜牧 同样以其清晚工整的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而著称 杜牧的诗作常常通过细腻的笔触 描绘出对历史与个人命运的感慨 杜牧的赤壁一诗 以简练的语言描写了古战场的萧瑟 与诗人内心的苍凉 通过历史事件的描绘 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的无奈 与对往昔英雄的敬仰 晚唐体的诗人在形式上极为工整 注重对账与因运的配合 使得他们的作品在形式美感上 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而他们在诗中表现的颓废感与伤感情绪 又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晚唐时期 社会动荡不安 诗人们在面对个人命运时 常常感到无力与无奈 这种感伤情绪在诗歌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使得晚唐体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 总之 古诗词流派丰富多样 每个流派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魅力 这些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反映了中国历史 社会与文化的变迁 也代表了古代文人对自然 人生 社会不同层次的思考和感悟 这些诗词流派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 也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 别忘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